一大清早 國中學生上課前 跑來買燒餅油條 豆漿當早餐 但其樓下一名中年男作者吃早餐 但動作怪怪的 手機拿起來 對著女學生狂拍 甚至低頭用手機遮住臉 這時有其他男學生經過 中年男立刻把手機放到耳朵旁 假裝講電話 但手機可以清楚看到 根本不是通話模式 這些怪異舉動 都被路過民眾拍下PO上網 他會不會想要對人家嚇死 會不會之後尾隨人家 這裡的警察雖然很近 但怕是說沒辦法直接的去救援 中年男假通話真偷拍事件 發生在高雄三明區 附近有國中校園 學生常常來買早餐 卻遇到怪異中年男 民眾擔心一旦發生在晚上 心驚驚驚 根據目前沒有接獲相關的報案紀錄 中年男偷拍國中女學生 目前沒有具體觸法證據 但警方加加強巡邏 以及到校園宣導 檢視監視器和照明系統 保護學生安全 記者 劉士正王 書宏 高雄報導 來 讓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 孕婦的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